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今天來講幾個 你可能會有的小問題 進入正題前 先快速帶過雪球任務的兌換相關問題 在組成解完任務後 可以從這兩處進入活動頁面 開啟雪球收集活動 可以將收集到的雪球兌換成家具 全部兌換的話需要1060個雪球 全部兌換後你會獲得一個雪人 當然你不缺家具的話 可以全部拿去換成桌子 是販售CP值最高的家具 魔刀石 有人很困惑這東西的作用 其實它也是被黑橘封印的功能置疑 雖然你可以在官方說明介紹中看到它的身影 但嘿嘿就是不給你用 打我啊 笨蛋 為什麼打你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改良裝備 提升裝備的屬性 研磨石可以透過合成 或者拆解金裝隨機獲得 但需求數量不是一般的坑 看看就好 勾集技能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大坑 在韓版為不可3.2宗追加 可將終極的戰鬥技能晉升為高級 升級條件 角色滿輕時 技能終極打LV9 在拉比亞斯的城鎮 初學者訓練一副本門口 會有各職業的技能導師 跟自己職業的技能導師 送禮讓關係打親密 即可用500個皇家徽章對話 導師的精髓配方 順帶一提 親密度的部分 使用藍色戰利品每次提升加7 而紫色戰利品提升加30 基於每天只能送10個 如果要追求快速就都送紫色戰利品 導師的精髓為升級技能的重要素材之一 合成一個需要5個覺醒的精髓 加一個英雄的戰利品 加10個職業的水晶 獲得一般水晶 各職業水晶可以從水晶寶箱中獲得 水晶寶箱則可在副本內 或者發動地下5樓開始之後的地圖 怪物身上隨機低機率獲取 如果你有錢 現在可以開始採購紫色戰利品了 可以遇見一場交易大戰即來 或者組成的皇家徽章商人 之後有更新的話也可以兌換 而技能升級經驗 由原本的技能書改成高級技能書 需要由原本的20本技能書 加3張高級技能書頁面合成 高級技能書頁面可以從副本中獲得 因每個等級技能需求的素材不同 請各位自行參閱表格 其中比較特別的階段為 中級9升高級1 高級2升3 5升6 8升9 都是需要導師的精髓才能升級 技能本身也會有動畫改變 但礙於資料較少無法足以展示 這邊就提供航版官方的釋出影片給各位參考 -你已經死了嗎? 欸 不好意思 這是做壞的五連編 至於這功能何時會放出來呢? 這邊來個台版對照韓版的版本對照表 我個人猜測台版擁有的版本至少到BOOK3.0Second 因目前台版約兩週更新一次 且每次更新翻譯的進度都走一個隨性的風格 其中還有很多功能尚未出現 之後台版有出的話我再介紹 目前台版是依照伺服器的整體等級 來選擇性開放 要到新職業跟技能升級的BOOK3.2版本前 還有工會領地、新突襲、新副本、新地圖 或者穿插一些可能有的活動的話 預計至少要2-3個月後才會釋放吧 但有些針對BUG、UI跟生活技能調整的部分 也許會先更新也說不定 當然會不會像我玩過的神韻之戰龍之谷 突然就給你結束營運了 還真不好說啊 總之就靜觀其變吧 我是冰的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跟身體跟我們一樣 如果有場景點